向河渔场是位在凹谷湿地森林园区的旁边 也是滨海第一个通过环保署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单位 是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 把生态养殖的海菜来制作成可口的凉拌料理 而嘉义县长翁张良也前往街牌 在现场也以学生一同来体验 现代海盗环境教育课程来响应世界环境制 县长翁张良响应世界环境日 特别前往滨海第一个通过环保署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单位 向河渔场接牌 与学生一同体验现代海盗环境教育课程 世界环境日环境教育 在街上 请县长开箱 来 开箱 这是当地的海菜 今年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 将废弃漂流木 磕棚保利龙 扶球改造成船只 以生态的方式养殖海菜 来设计环境教育课程 今天我们来向河休闲礼场 来加这个地方揭幕 揭幕什么 揭幕我们环境教育认证的场地 那盖医官都在五个地方 环境教育越来越重要 什么叫做环境教育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爱情代 还是一般的游客 让他们了解生态跟人的关系 那这次的主题叫做生物多样性 我觉得人叫土地或者是物种 那基本上是应该寻求最好的和平相处 那如果说让他整个生态失衡 到最后遭殃最大的是人类 所以我想在很多啊 这种环境教育认证场地里面 可以透过这样的游戏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跟价值 让我们小孩子从小就懂得人跟环境的关系 在环保局辅导协助下 通过环境教育场所认证 正式宣告嘉义县完成山海平原环境教育的学习路线 也欢迎民众到此休闲体验 记者环陪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